正常的小朋友在三到四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翻身了,发育的比较快的宝宝在六月时就能稳稳的坐着了。 最近小王医生遇到一个宝宝,他到了六个月还不能自如的翻身。 小王说,宝宝的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发育之换的表现,但是他的家长还不自知,那么在日常生活中,宝宝的那些表现说明他已经发育之换了呢。 六个月反而比之前更加瘦了,宝宝在六个月大的时候,身体发育开始加速,他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才能满足身体发育所需。 但是有些妈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他们在宝宝六个月大的时候,依旧给宝宝吃母乳,结果就是宝宝反而比之前更瘦了。 如果长期下去,宝宝的身体发育一定会受到影响的。 通常我们建议妈妈在宝宝六个月大的时候,应该给宝宝添加腐蚀。 在选择腐蚀的时候,要选择营养丰富的,食材含量多样大,这样才能满足宝宝的需求。 睡觉不安稳,宝宝的睡眠要比普通人长五到六个小时,但是有些宝宝的睡眠时间反而很短。 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,很多妈妈以为这是宝宝小。 不当回事,但是睡眠不安稳,是很明显的发育痴款的表现。 我们都知道生长激素在凌晨时分泌的比较旺盛。 如果宝宝不睡,那就意味着生长激素的分泌减退,会影响到宝宝的长高。 所以妈妈要想办法,将宝宝安稳的睡觉。 晚上睡觉之前,妈妈可以给宝宝洗个澡,擦上爽敷乳。 睡前给宝宝讲讲故事,将宝宝安稳的睡觉。 烦躁,刘妈妈最近向我们反映,她的宝宝白天睡觉特别不安稳,整天比较烦躁。 每次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,宝宝都会哭乱不止,不管怎么哄都不行。 去医检查,医生说,宝宝缺改,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长高。 这把妈妈吓了一跳,据说缺改可是要影响宝宝长高的。 建议妈妈平时都给宝宝步步干,没事的时候带着宝宝出去晒晒太阳。 必备的技能不会,宝宝在三个月的时候,就应该会翻身了,四个月的宝宝差不多能稳稳的坐着了。 但是有些宝宝到了六个月的时候,坐着还是不我当。 这就说明宝宝已经出现发育缓慢的情况了。 妈妈可不能大意,可以带着宝宝到检查身体,确定是什么原因。 然后再对种下药,在三到四个月的时候,妈妈可以尝试锻炼宝宝的发生能力。 六个月是宝宝成长发育的节点。 宝宝在这个时候,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,妈妈将格外留意宝宝的变化。 不然宝宝很可能会出现发育痴患的情况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